从这个月开始 民众不仅可以用悠悠卡来搭捷运坐公车 还可以到便利商店刷卡买东西 不过却有些家长开始担心 如果没有建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这种电子钱包很可能会让孩子乱花钱 今天有台北市议员举行的记者会呼吁 希望悠悠卡公司针对不同年龄的学童 定出不同额度上限 这样才能避免学生不当消费 悠悠卡电子钱包功能4月1号正式上路 不仅可以到捷运和公车 还可以到便利商店刷卡买东西 但是这种预付型的消费模式 却让许多家长很担心 这个悠悠卡它可以自己去网咖 去买电动 我们家长怎么样去防范 如果涉及涉足到不当的场所的使用 这个是可能会造成以后延伸的一些社会问题 由于台北市各级学校学生的数位学生证 与悠悠卡联名发卡量高达36万张 小额消费上路后 悠悠卡如同现金 有些家长就担心年纪比较小的孩童 很可能因为没有正确的消费观念 很快就把钱花光光 因此有市议员建议悠悠卡公司 应该针对国小国中和高中生 定出不同额度上限 避免学生不当消费 这完全是一个为了争夺市场大饼 做成的公共政策 完全没有纳入使用者 一个使用的基本权益的保障 面对家长的忧心 悠悠卡公司只以书面回应表示 每个人对金钱的价值观不同 每个家庭教育孩子的理念也不同 因此建议家长可以借由控管悠悠卡 出值金额来掌握孩子使用的状况 这样才可以享受便利又能聪明消费 记者赖淑米陈伯玉台北报道